当搞笑男不再搞笑 那他就是要在老婆面前帅起来了 天上的与小学期CP全心二达 上演猝王自我攻略计 科学家们快快活速上车 二哥的同桌是一位温柔细腻的大学霸二嫂 但是就只因为二嫂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活泼好动 就经常被嘲笑是弯仔娘炮 身为热血纪律委员的二哥可看不过去 把这些同学都教训了愚钝 二哥承认自己先前确实会因为周围人给两人拉廊 有那么一点点讨厌二嫂 可自两人坐在一起后 二嫂不仅会主动给两人小组作业扛大旗 二哥闯祸 他会主动站出来扛骂背锅 二嫂的这些好 二哥都看在了眼里 保护了面头就这样在心底发芽 他知道二嫂因为周围人的恶意嘲笑 不想连累自己就有意疏远 二哥根本不care 直接主动送糖 哄人开心 谁敢说我亲亲同桌的坏话 我守护天使立马重拳出击 只是这天厕所偶遇倒霉 但当着她的面嘲笑二嫂娘炮 她冒着被除去纪律委员资格的风险 一条二打架的这些事 她根本不会告诉二嫂 多亏助公小伙Brien 把这件事告诉当事人二嫂 好家伙 二哥直接在二嫂心里上大坟 我宣布 二哥二嫂结婚 助公GBBrien肯定得做主作 二嫂心里很感激 但她并不想二哥为了自己受伤 听到二嫂的贴心安慰 她好温柔 二哥更加心软软了 但是最近新来的转学生考堂 让二哥很是苦恼 因为考堂似乎总是和二嫂黏在一起 竟敢和我的亲亲同桌贴贴 猝王附体的二哥眼睛都快冒火了 自从考堂来了之后 同桌和自己相处的时间直线下降 今天同桌居然没约我一起写作业 啊我的天塌了 二哥直接找上门 只是哥心里嫉妒 但哥还要嘴硬 二哥听到一仔吐槽考堂 说要找机会揍他一顿时 二哥非但没有阻拦 还说要带上自己 两位堂堂正正的纪律部成员 丝毫没觉得自己不讲武德哦 果然踹翻促台的男人最可怕 二哥和一仔还偷偷跟踪考堂 想搞清楚他来这个学校的目的 一路跟到咖啡厅 二哥正说着考堂是不是来找对象的 结果对方约的人竟然就是二嫂 哈哈没想到吧 他找的对象就是你的对象 两个人竟然还见了家长 救命一仔二哥双双后院着火呀 二哥想到一个人的念头也快收不住了 可在听到两人和二嫂妈妈的对话后 二哥这才知道了 心思细腻的二嫂一直在压抑自己 父母再婚给他带来的不安 他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二哥听着眼里的心疼都快溢出来了 于是他专门跟着二嫂来到了海边 只为安慰二嫂 告诉他你可以不用独自承受压力 因为有我在你身边 这天眼看二嫂又想去找考堂 嘴硬却不敢承认吃醋的二哥 只好把人牵走 不过当周围同学像两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时 他刚开始担心二嫂会不会在意别人的注视 二嫂竟然先他一步主动放开了手 他脸上的不自然更是刺痛了二哥的心 看到二嫂发的阴谋动态 二哥边化身成神秘网友 边把人拐回家靠近进攻 只为哄二嫂开心 害怕二嫂的继父会欺负二嫂 即使大声密谋被听到 也一心想保护二嫂 而这时二哥又在门外看到二嫂的考堂在一起 这下子他真的以为二嫂喜欢考堂 于是他忍住心痛 自己给自己发完好人卡后 还特地跑来警告考堂要珍惜二嫂 考堂那是满脸问号 但幸好两人的关系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二哥立马又美滋滋了 几人去医仔家做作业 二哥还得到和二嫂同床共枕的机会 他终于抑制不住心动 偷亲了二嫂 只是二哥不知道 早在两人回合至交替闭眼之际 二嫂也知晓了她的心意 小情侣麻溜的快给我 其实二哥就是先爱上的那个 但是当二嫂敲咪咪试探那个最后吻时 二哥竟然还在嘴硬 假装不记得了扯开话题 不是嘛 这个嘴没答得是糟糕了啊 嘴巴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我没收给三少了啊 但好在二哥虽然成了嘴硬王 他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他对二嫂的偏爱欲发明目张胆 各种实力互期 考堂居然急我老婆 但凡我犹豫一秒不说话 都是对老婆的不尊重 柔道课考试 老师竟然内涵老婆柔弱 二哥生气到直接挂脸 老婆害怕学校的诅咒 依旧是守护天使二哥及时登场 而且二哥得知二嫂要去参加校规抗议活动 还要和神秘网友面积表白 于是身为神秘网友本人的二哥 故意带着二嫂去练习投篮 还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只要二嫂投中一球 她就表白 果然 两人终于成功牵手了 然而这所学校有个传说 只要学生违反校规 就会受到学校发出的诅咒 随着学校诅咒的升级出现 意外发生了 因为表面柔弱 实际刚强的二嫂 竟然跳出来指控了老师和纪律部 为了维护学校百年生育所做出的勾搭 而那些所谓的诅咒也是她做的 看到二嫂瞒着自己做了这么多 二哥依谋住了 眼看为了颠覆这荒谬的校规诅咒的二嫂 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后果的准备 二哥没有反对 只是觉得很无奈 幸好几人都把这件事说开后 校规得到了改革 两人也在众人面前鼓足勇气官宣了 谁能想到 不管是三年前的天上的于小学GCP 还是这部爱之权是纯情难高 二哥二嫂的极限拉扯是真的可恶 只不过才刚欣赏完时隔三年的二达 还没等来主艺剧 就看到二哥二嫂CP被拆 这波不是房子塌了 而是房子被拆了呀 姬妈妈你这里欠我的用什么还 那